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6日 今天看到看中国网站 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毛新宇 毛泽东的后人 毛新宇一家四口 现身湖南 党媒加大宣传 给大家看了很有意思 这张照片 毛新宇的太太 还长得很漂亮 身材不错 两个小孩一男一女 其实也是挺比较密买 首先 我本人认为 毛泽东应该批评 在当时 执政的时候毛泽东的确是犯下了 很多罪行 但是不要 连击他的家人 不要学共产党 极端 株连九珠 毫无疑问就是 毛新宇能力实在是比较差 应该承认 上级领导 安排在军事科学院给一个工作 给一个国尔党 还是少将 就是安慰安慰的后人 因为共产党还在执政 毛泽东 到习近平 这是一个过程 共产党还没有倒 没有彻底受到清算 那么 习近平为了保政权 他肯定也是 给他一些适当的安排 这个不光是习近平 像江泽民那个时代 胡锦涛那个年代 也是这样 胡锦涛肯定心里烦他 习近平从心里 我认为也不赞助他 你看有一次 好像是团盖会吧 好像是有个什么活动 他见到这个毛泽宇 他都没打理 他从心里也看不上他 因为毛泽宇能力 实在是太欠缺了 你看他写那个字 给大家看看 这里边有一个字 他写的字 实在是 这样讲 小学生水平 这字 没认真学习 这个没什么奇怪 你看这个 一般这个运有名的人 才华横溢的人 那个后代 有的时候都不太出息 你看那个 我看那个 就是蒋介石的传记 讲到蒋介石 讲经过 这往后 过一代 过几代 那些 这个后人 也是很零人 有些举动 有些故事 也很零人 感到 这个 失望吧 我就不想多讲 现在表示对任何人 都是比较尊重吧 那么呢 这个 为什么现在 问题是 主要主题是什么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要分为了重视 这个 这个毛信鱼 这篇文章讲了 说毛信鱼 就到这个湖南扫墓 这个 记住 带着太太 叫刘彬 儿子毛冬冬 你看一个冬冬 这两个冬 女儿 这个字应该念什么 毛天 字 可能 我没查字 这个字 我真不认识 4月3号 到长沙 开会镇 祭奠奶奶 杨凯慧 并前往 父母 毛岸 清 绍华 伯父 毛岸英的 墓地扫墓 期间 他们还参观了 杨凯慧的故居 这个 我对这个 就这段历史 还是 不能说什么研究了 因为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极左思潮 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当时 看了好多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当时看的情况 确实 他们家人 毛泽东搞革命 打游戏上山 你想 离开湖南 杨凯慧吃了很多苦 带着孩子 你想那么多的孩子 怎么生活 你说 当时 河建 湖南是河建 下令过他墙壁了 墙壁之前 有一段时间 他心里很苦 毕竟是女人 对不对 觉得先生 这个出去了 闯天下 也不管了 他就不容易 他就写了 很长一信 对毛泽东有抱怨 其实也没什么 很正常人的情感 就把这个信 藏在他家 那个毛泽东 故居的房子里边 毛泽东 竟然夺取正确字号 这么多 你没发现 这是很遗憾的 这个毛泽东死了以后 这个信发现 大家可以看看那点 那很令人震撼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要推翻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这个是不容易的 确实需要付出一些牺牲 你在成人为毛泽东统治这么久 建国以后 一直到这个 干到老 一直干到死 不叫做权力 他自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就是因为 这个封建政权就是这样 这个 熟练拿到政权以后 都不愿放弃 有过去的 无产阶级都变成有产阶级了 当然他那个有产 没有改革开放 为了多少钱 高费嘛 大概有几百万吧 是算不少了 和现在这个 这些权贵们 无法同志而言 那么 这个我讲的杨凯辉 那这个毛安庆 邵华 还有他这个伯父 这个毛安英 毛安英 只得讲一下 就是抗命令人战争 毛泽东是犯下罪行 确实 但是毛泽东在这一点上 我冷战认为 做的了不起 战争来临的时候 带自己的儿子 先送到前线 有几个 别碎牛 我们很快就会 迎来新的战争 看看习近平 能不能把他家人 送到前线去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这什么叫 叫这个两面人 两面牌 现在这个信的 这些权贵 已经很少 有思想 性格完整的 基本全是 全是假的 跟别人讲 是一套 要求别人 他自己做这一套 他不敢上战场 毛泽东当年 我听我爸爸也讲过 那第一 首先给自己的儿子 贡献出来 很多人都知道 死死掉了 彭德怀 为什么毛泽东 对彭德怀 有意见 和这个有关系 我说就要给你 带身边 锻炼锻炼 想度点 锦回来 两三年出来 不就可以 担任高级将领了 别人就不能不服 就没想到 空袭死掉了 这我要讲什么 咱们撇开 咱们撇开 个人恩怨 也不要 好像恨毛泽东 连他一块恨 不要恨他 他这个 对他应该暴容 我只是讲什么 现在为什么 习近平 现在这么重视他 你看4月4号 毛新宇一下 到邵山 向毛泽东 同乡献话来 毛新宇说 去年9月 习近平总书 来湖南考察 提出了三高四新战略 我们叫 卢起袖子 卯足 尽头 下游干 另据湖南 邵山坊 3月21号报道 当天 就黄昆明 雄宣部部长 也早就来 向毛新 故去献话来 等等 其实每年都是这样 几乎都有 只不过今年 力度特别大 也分为了 重视 毛新宇 这是因为什么 习近平 这个新的 这个权贵 拿到权力之后 他们已经 就是说 变成一个 就是实用主义者 一切都考虑 有没有利益 我统治 他为什么 现在走到今天 这个地步 从2012年 上来以后 刚开始有点 新的气息 清澈 简匆 现在到这个地步 就是我认为 就走回头路 早上 就是我认为 就是精神品别不行 想什么事 就想我 这几个弟兄 都真好了 李战书 定学祥 王臣 王岐山 蔡奇 蔡鸟 黄奎明 这哥们弟兄 安排好了 不行 因为这是 14亿人口 大的国家 用自己的人 是对的 但是全部局限 都劝 变成无大量 开店 不行 你看 刘鹤 重门 货战 打到今天 这个地步 这完全是一个 重大的失误 因为应该是 很好的 一个机会 和川普 搞好关系 很简单 做的事 一般稍微的能力 能谈得很好 你贸易不平衡 我多买的产品 就完事了 你有什么要求 多何人讲的 问暖人心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 靠美国支持 帮助我们 这个我们都不能忘 你看你想 我们怎么帮助你 回报人家 那马上就不一样了 他是个商人 对不对 美国人 我接触好多 我都很好 不是这种 中国的宣传那样 不是那回事 他误判 他是反制 我发现他头脑 特别简单 就毒气 你对我这样 我就整理 就整理 就一整些人 你看包括任志强 那个事 其实他跟任志强 痛往气善 找他谈谈就行了 这个任老板 你听说 你给数据 说一件事 小丑怎么回事 他肯定就讲了 为什么不能 搞宗认知 那你一定要虚心 听手林批评 完结这次好意 结果18年 财产全没收过 那个菜鸟 跑里头汗 那个人是给 给习近平毁掉了这一生 他给习近平挖地雷 等到什么时候 裂变 一个是内乱 再加上这个内斗 党内内斗 或者是战争开始 美国人打进来 或者台湾打进来 你就看出 就是蔡奇给习近平挖地雷 完蛋了 所以走不回去了 他又不处理蔡奇 像低端人口 在北京四五十万人 那将来 文化大革命 我都看出 你得罪人 你忘了人全记得 全回来了 我那时候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 隔壁街道酒 就造餐厂的 造反派的 还怕小偷偷 平常人得罪他 得罪他那人 小官 他当时个局长 都忘了 也得 文化大革命 要你别喝的 抢回来 所以说这个 领导人呢 就轻易不要得罪人 得罪人就是大事 这个权力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讲的意思 他是实用主义者 觉得我现在 统治不稳 那个毛泽东 有卫信 毛泽东现在 在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当中 卫信很大 为什么 一直没请算 这个毛泽东 没有请算 共产党的罪过 就是过去的宣传 就宣传好的 毛泽东怎么好 怎么好 你比如说毛泽东 给李清林写信 是个好事 确实 自己拿三百多块钱 给这个 底层老百姓 宣传来 谁都知道 这也第一次是真的 但是呢 坏他不讲 所以造成 底层老百姓 把这个 把毛泽东 当成大救星 习近平就利用这 习近平 薄写来 都是利用毛泽东 薄写来是很恨毛泽东的 他刚大连市委 当宣传部部长的时候 我很了解他 他十分之 人都和我是好朋友 讲到他恨这个 毛泽东恨到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 他都给毛泽东 做一个小指引 用那个诊杂 你就想他恨多 他恨毛泽东 但是他又为什么 在重庆 唱红大黑 唱红毛泽东 发红心 那么脆 利用毛泽东 因为社会分化 两极分化厉害 底层老百姓 感到不公平 就怀念 毛泽东的年代 再次腐败严重 像文强 腐败严重 严重老百姓 怀念以前 周恩来 江青 腰文元 张胜乔 他再也不好 他不贪钱 你看腰文元 他有钱 张胜乔有钱 王虹文有钱 都没钱 王虹文算是 指责他腐败 就打猎了 人家算了什么事 现在你就不找出 一个大队党中 属于贪负的 都比王虹文 张胜乔多 对不对 这是他是政治家 最忌讳什么 政客最忌讳的 就是利用别人 美国也是 加拿大有很多政客 你不敢议员 你给他技术厂 你看典型利用别人 没一点正感情 这个也是 也是投机欺骗 这个是民主政治 政治制度一样 说为什么习近平 现在遭到很多人批评 包括以前拥护他 都不拥护 就看出他这个人 实用主义者 所以他现在利用 他这伙人 黄奎明 利用这个毛泽东 这个残留的 这个民间的 这个所谓威信势力 来做文章 替自己 替自己 突出什么份 因为毛泽东反而死了 赚着 既然他说党就是他 忠诚于党 忠诚于毛泽东 忠诚于他 所以他就彻底的完了 他其实应该 还是学邓小平 一分为二 就是说对毛泽东 罪行要清算 好的要留下来 他又有好的地方 你想 儿子送的前线不好吗 对不对 你把这个学上就行了 你一开战 你把西明泽 送前线 送部队去 你什么不用讲 保证老百姓运护你 跟你冲盖 做不到这一步 你再讲好话 没有用 谁不是傻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个 我爸 我和我爸聊天 我爸说 为什么那时候 放下这个 发明了海带分量机 都不干了 要拿枪 要上战场的 保家卫国 就看毛泽东 正是看毛泽东 带儿子 都知道 说那 咱们就是保护 咱们叫盖 你现在 你在开战 你一讲再好 也一看你 说回去就完了 对不对 你看他 新冲冠状病毒 自出那个表现 我就不说了 我说太多遍了 都不好意思了 其实 我讲话是很公平的 因为咱们现在 是个评论平台 不是个党派 我们有党派 就是说 发表我个人观点 好 我就说你好 不好 我就说不好 那我讲错了怎么办 说上错了重新讲 是不是 这个言者无罪嘛 所以这篇文章 讲到了 这个网上 对这个毛新宇 这个行动 很多人 这个非常生气 你看这里边 有很多话 讲得非常的重 等等 这个 甚至把这个怨分 对毛泽东怨分 到他 秧极到他 后人 也不要 就是还保持理性 将来中国 如果民主转型成功了 将来变成 民主法制的国家 也不要对这个 他的后人 进行政治迫 不要 他也需要给他自由 他也可以 封年国旧 都到墓上去 也不要 给毛泽东的 什么墓都拔了 不要 我的意思 这个国家 将来要好 就是学什么曼德拉 就是社会将来 转型以后 需要一个宽广的政治行为 包容各种社会阶层 阶级 各种理念 各种观点 各种宗教 都有自由 并不是说你放开了以后 用共产党的极端办法来整 这些人 连毛泽东 他在彻底俯 这个毛泽东 是要彻底搞定 但你也不能说毛泽东 做了所有的事 都不对 有好的地方 有不好 不好就是把它清算 好的 留下来 你对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包括毛银 毛铅 毛铅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认为 比较优质 就是 你叫我提字 我给你提字 提字写的什么 这个叫做好玩 你看这个多可爱 他还没什么本事 但是 现在执政党 为了哄他 利用他一把 其实很可悲的一件事 就是说 祖辈这么多人 为了大江山死掉了 拿了这个政权 以后还搞终身之 其实要晚年 给这个学习 这个 这个 华盛顿 你华盛顿不就是吗 坚决不干了 他也是打了天下 也是 吃茶风云 对不对 留下一个好的传统 如果他 他这个坚果自处 就干一戒 就干四年 他就给权力 就让给 刘少奇了 党内开始民主 就公共产党左 共产党右 那毛泽东就伟大了 所以这非常可惜 没有办法 习近平现在也走了 这个礼物了 他也是糊涂 没有办法 他身边没有 有水平的人 都是一些佣人 这些人都是 瞎忽悠 他接机会 给你吹捧起来 我谈 谈到最后 等他出事以后 都得受歉 所以说 结局是很负面的 那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